在這個...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剛剛 導鼓陰警導到之下 每個月都在 傳福音 所以每週每次 都有一些果子帶進來 就是 幾位姊妹陰警 在那邊走出去 也在家裡祷告 讓教會呢 有一些凡真 就是以前呢 好像很久都沒有了 這個果子有那種 得果子這種喜悅 有的是第一次來 就得救了 就在家裡就受盡了 都是 都是那個 不是說男才都是 都是這個馬上就生出來的 需要餵 所以啊 我們的福音姆 那也 退休止 到福音中 那麼 一同的推搭 請姊妹們 想來分享一下 謝謝 謝謝主 我們跟著 照會的帶領 我們這一區 在福音上 是更加的往前 去年到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去 還沒有結一個果子 但是呢 今年啊 我們真是 月月結醒過 謝謝主 這個是因為 我們周周 花時間 去運用主的恩賜 我們去賺銀子 然後 剛開始我們也覺得 人心好像滿硬的 就是 我們覺得莊家 還沒有發白 但是呢 但是主說什麼 莊家已經發白 覺得是我們懶惰 沒出去找 然後我們出去找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莊家發白了 對 他現在我們 我們結的果子裡面 有三個都是學生 他都是我們從兒童 就是開始撒種 對 然後我們不去找 你就不知道他已經可以收了 對 我覺得我們就是要 周周的出去 對 我們需要與主配合 把自己交在 葬會的行動中 對 與主中心的奴僕 為主賺取您治 將來 得主的賞賜 對 得主的賞賜 得主的賞賜 對 我們基督徒最高興的一件事情 就是 帶人得救 對 這也非常簡單 按照 主最終的吸血練 我們dr 要尊重那裡的主權 對 要在基督的身體裡 得到平衡 對 要過正常的教會生活 德國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像我回到屏東照會以後,很寶貝這邊的照會生活, 因為姊妹每天都固定的情形,對我哥哥,胡大輝弟兄也非常有負擔, 因為他自己身體不好,常常走婚也不順暢,我們就很自然地禱告, 然後淋漓充滿的時候就想他傳說,然後就邀請他來,也很感謝主在這個聖地裡的佩搭, 這個楊憲遠弟兄,毛弟兄,女人弟兄也從以色列回來了,還有我們陳錦昭弟兄也佩搭, 然後到5月5號下午6點半的時候,來到議會所地下室授記的時候, 這個弟兄們有特會出去了,所以為他們準備的飯食就照待我們新的,就能胡大輝弟兄了, 感謝主我覺得在身體裡面做事,被聖靈充滿,見證到身體的意義, 感謝主,這個主的話是我們可以實行的,可以經歷的,荣耀非禮神, 謝謝